关于这个作物增填系列之四 这是我们常说的 这个用的甜蜜素能不能增填 甜蜜素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个人感觉啊 这个甜蜜素呢 实际上就是大家起了一个名字而已 它和食品当中的甜蜜素 它是两回事 因为用到植物上 有人说用葡萄糖啊 有人说用什么糖精啊 你人吃的时候是甜 但是被植物吸收以后 它是不会转化会糖的呀 是吧 那么有的人还说啊 这个用这个甜蜜素 甜蜜素什么东西啊 是用重金属元素啊 就是这个参 参串盐 做的 我这个 说实话 我没有去做过尝试啊 但是我个人分析也不可能 都知道那种是剧毒的 如果你植物上 你做物上用这个东西 那真是歹人的 真要歹人的 你贩卖个水果也好 你种个水果也好 你说你一亩地 你才能赚多少钱 你放在去 大家就放在这种成本去做嘛 拔不来的 所以说呢 这种东西啊 我感觉啊 是很不可信的 是吧 那么通过植物调节剂 合理的植物调节剂 去增加甜度 降低酸度 这个是可能的 但是呢 不会大家想象的呀 我果子马上成熟了 我今天就喷尸一遍 就你一感见就实现了 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怎么去实现呢 你后面说我们用柠檬酸钛 柠檬酸钛 或者用什么增产胺 这种调节剂 它的作用呢 就是能让迅速的把干物质啊 或者是一些那个淀粉的 去向果实上去转移 然后达到增甜的效果 通过这种方法 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呢 你想要达到果实增甜的 它不是一出而就的 而是一个熏乎渐进的过程 前期呢 种植科学啊 是非合适 然后呢 我们再利用一定的调节剂 促进糖分向果实的转移 这样的增甜效果是可以的